无论是什么样的结局 请永远不要后悔自己对爱情的选择 因为很多时候不是命运注定了我们 而是我们选择了命运 请永远不要后悔自己对爱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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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爱玲又开始帮她恢复心灵的创伤 与福利院更多不幸的孩子相比 雨昊的经历又算什么呢 比起怨天尤人 倒不如化悲哀为动力 向那些有着同样伤痛的孩子们 伸出援助之手 爱玲又告诉她 正是她微不足道的一次善举 迁起了他们之间的缘分 无论前世还是今生 每一桩恶行 每一项善举 都在未来轮回 至爱这条线 则更加情节曲折 凄美动人 同样不幸失去亲人的二人 默默地注视着平静的湖水 仿佛在护士伤口 也正是因为这份共鸣 才使得她俩 能相互扶持地走下去 为了留住这份微笑 雨昊决定亲手 画出至爱幸福的模样 就这样全身心投入几小时后 她来到傍晚的车站 与至爱相见 并送出了自己的作品 可就在这时 肖克西带领着摩托大队 把他们团团围住 契机败坏着她 一把撕毁了画像 并群殴了雨昊 至爱也在混乱中逃走了 奄奄一息的雨昊 被扔进了学校的体育器材仓库 正当她近乎绝望之时 守护天使又一次出现了 眼含热泪的她 无比心疼地 为雨昊擦拭的伤口 并提醒她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我们的主角怎能放弃 于是 这诗言决定决定权利 帮助她回到两个小时前的 公交车站 以夺回致爱的心 回到原点 感谢完诗言后 雨昊一刻不停地向公园冲去 在湖水之中 她看到了不断走向湖中心的致爱 这一切正如白色魔女的诅咒一般 让爱自己的人 最终变得不幸的她 决定永远地离开 不过 这真的是宿命的选择吗 当然不是 雨昊在最后的关头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无论发生了什么 请不要后悔接受了我的爱意 要勇敢地 幸福地活下去 两人上岸后 意外地发现 柯西就在一边静静地看着 此时的她 如同败犬一般 老实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送上祝福后 默默地离开了 在此之后 雨昊的穿越生活 也迎来了终结 三线皈依 照例参加同学会 雨昊的父亲没有去世 自己与面前的那个她 仍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原来 不是命运注定了我们 而是我们选择了命运 命运中那个女孩是谁呢 虽然官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 沙西蒙 而且也只有走这条线 才能解锁第三章 天使的秘密 但个人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命题 其实最近再次回味这款游戏 玩到爱玲这条线的时候 我在想的不仅仅是其本身 而是如果我选择了其他的结局 那么我与他之间 这些平凡而珍贵的点滴 是否就会成为永恒的秘密 答案当然不言自语了 而这款游戏现实的地方在于 即便是你拥有了时间回溯的超能力 也无法去回应每一位 曾经默默关注你的女孩的心 玩家所能做的 也仅仅是挽回某一位女主 与自己老爹突然去世的损失 最好的结局 也只不过是在众多女主中选择一人 与她共永远 然后给其他人留下一个遗憾的结局 已无法让所有人幸福 这也正是这个世界的缩影 没有谁能一直手握主动权 常常面对的 是偶心沥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些年有太多我们渴望不可及的东西 梦想 自由 友情 爱情 亲情 陪伴 承诺 使命 信仰 这些现在看来似乎触手可及 甚至有些可笑的命题 在我们小的时候 也是那么的耀眼呢 而那些真正意义生辉的珍贵之物 在那时 却如此平常地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以至于我们竟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而正是那些人 那份情 那种执念 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即便远去如私 也无时无刻地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处 温暖着我们那颗背着庞大社会机器冰冷了的心 虽说在找到自己的真爱之前 我们的主人公孟宇浩已是27岁的青年人 但很明显她在经历这些之后 才收获了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七夕一厢 从这部作品中感到共鸣 收获感动了我们 难道就没有曾经那个孟宇浩的影子吗 虽说对于我们而言 没有找不到真爱的话 阿爸就会硬核去世 这种看似狗血的套路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的的确确正在失去着某样同等重要的东西 周围那些曾经关心我们的人 逐渐被淡出了视野 取而代之的是 每天在电脑前机械般的工作 机械的进食 机械的急功交狗活于大神是一鱼的我们 曾几何时都会怀念 幻想着回到从前 重新认识那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 走进她的生活 珍惜那颗寒情默默的诚挚之心 给自己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呢 改变自己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最后的章节 天使的秘密 则揭秘了神秘少女柳诗燕的真实身份 孟宇浩的母亲 她真实的生命历程其实是 在十几岁的时候成为了时间能力者 去过时间开始的地方 也去过这个世界的终极 在那短暂的斗寇年华中 她已然知晓自己注定的悲惨命运 也在宇浩 与自己未来的老公的一生 从不同的阶段停留过 游历过历史无限的长河 超越了生与死的界限 就这样知道她时间能力快消失的时候 她回到了自己所在的那个时区 用义无反顾的坚强隐忍 使见了自己坚守的信念 誓死如归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牺牲了自己 换回了儿子一生的幸福 这样大写的爱 大概也正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 最沉重的爱 母爱的真实写照吧 这部韩国手游公司 SoftZoom的时光八音盒 无论是人物关系 故事顺序 还是时空逻辑 都缜密而繁杂 以及其对主角各支线 与共同线之间的一花节目 可以称得上是教科书般的天衣无缝 其表达的内涵也非常丰富饱满 三言两语根本不可能说透 而且本人的部分作品 也参考了这部游戏 其中一部还拿了奖 所以通科军非常推荐观众老爷们 去玩玩这款游戏 去收获 属于自己的那份独一无二的青春回忆 更有更多隐藏剧情 等着你来解锁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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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